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 來往我們的天地劫 今天是6月21日 好 6月21日 星期五 祝大家週末愉快 好 天地格 上次還沒跑完 我上次沒玩 好 差130啊 我所謂啊 差就差啦 反正 我也沒有雙帳號啦 如果雙帳號應該比較容易搞定那個名聲的問題 那這一期就來抽卡吧 你們看標題應該知道 我要來抽卡 抽完卡的話 來玩一下這個 世界之圖啊 我也還沒玩 那個 挑戰的部分還沒玩 好像就是拿這些資源吧 總共 比較想拿的資源就只有 這個而已啊 零運死的啊 外面這個好像都可有可無 對我來說都可有可無 如果打不過也沒差吧 這邊是全部獎勵啊 基本上全部獎勵應該拿完了吧 然後排行獎勵我沒有打 所以沒有排行 是拿這個頭像框吧 是不是 應該是啦 看起來是拿頭像框 無所謂 好 那我們來抽吧 我十字印不夠多啦 就都沒有刷十字細嘛 這都是靠每週去那個 換的還有那個回修給的 那我現在幾抽啊 我們來回憶一下 怎麼回憶 就是回憶你上次抽到的時間是什麼時候啊 我上次是什麼時候抽到 公孫七月六月八號 六月八號到現在已經十幾天了 就21.8嘛 大概13天啊 所以我大概13抽 至少13抽 然後可能 公孫七月還抽到之後 可能後面又有幾抽吧 所以我現在假設我現在可能就20抽好了 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20抽 因為每次會單抽嘛 因為每次會單抽嘛 那我們就來吧 當然是希望抽到蒼狼啊 如果抽外的話 再說啦 GO 十抽 他這遊戲不會變色啊 所以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了 看那個顏色就知道了 馬上就乾了啊 20抽 運氣已經用完了啊 運氣已經用完了啊 新人的運氣已經用完了啊 30抽 其實應該是50抽了 我覺得 快50抽了吧 待會看有沒有加機率就知道了 可能接近50抽了 可能接近50抽啦 你看已經加機率了 51抽了啦 51抽了 加機率有沒有 好 61抽 哇 哇 加機率還沒有啊 真慘啊 啊 好啦 我這次的40抽 我現在是40抽 50抽 啊 加機率耶 其實是71抽 是0抽 啊 加機率阿 1抽 1抽 2抽 1抽 3抽 好慘喔 好慘啊 好慘啊 事與願違啊 好不好 好現在1 2 3 4 5 我現在5抽 好第15抽 25抽 我到現在都沒一次抽到兩隻耶 35抽 哇又要衝到後面去了 我覺得如果你的30抽抽到應該是很over啦 45抽 我的十隻金沒啦 我要氣坑了 退坑了 退友了退友了 好啦55抽了要加機率了要加機率了 55抽機率是加2.5 2.5% 2.5% 65抽 有可能抽歪 60%機率抽歪 因為你要的是40%啊 1.5% 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隨緣就是這樣 沒抽到就算了 因為如果你為了拿那一隻 有時候你就是付出 付出很多資源 可是我們這種沒花錢沒課金的 你要花很多資源沒辦法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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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你看吧 就我說了 就說了 就是你會抽不到 一直抽到他 你又 浪費呀 浪費 好啦 我跟蒼狼無緣 我跟蒼狼無緣 我已經盡力了 我今天幾抽啊 呃 我想一下我今天 大概50抽嘛 然後 剛剛是60抽吧 我今天110抽左右啦 Total大概花了110抽啦 大概110多了 因為我這邊原本有個位數 沒辦法 沒辦法 蒼狼很強 但是我無緣 恰恰相反 因為我不可能為了一隻角色 把我的資源全部丟光光啊 對不對 我現在就抽乾了啊 我就不用玩這個遊戲了 好 回收一點點 回收一點點 通光文碟啊 讓大家了解我之前的 之前的想法啦 不是因為他很強 就一定要抽到 而是隨緣抽這樣 你不隨緣抽 你每次都那麼 呃 這麼追求的話 這個是不夠的 必須要花錢 你必須課金 所以才會說隨緣抽啊 因為你 多抽的角色就是換成 換成那個碎片嘛 呃 形外三魂嘛 對不對 那形外三魂對我來說 他就是三星變四星而已啊 四星我們可以自己稍微跑一下就四星的啊 悠悠蒼生 皆有其位 白鹿的定位怎麼樣 我來看一下 好 來看吧 這個 蒼狼當然還是T1啦 PVPT0嘛 然後這個白鹿是PVPT1 PVPT3 可召喚小燈 可輔助回血 極致輸出 可克制在動 喔 好吧 反正這樣吧 有空再玩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有什麼機子 就他的那些天賦技能我還沒看嘛 如果說抽到兩隻蒼狼當然很爽啊 沒有啊 蒼狼抽不到 就暫時先這樣啊 暫時先這樣啊 之後 然後 反正卡池是兩周啦 之後再決定要不要再抽嘛 因為我還可以 還可以再存一下資源 可以再存資源啊 反正這個180 100抽是8800嘛 8800十字經 100抽啦 90抽啦 所以再少一點 但我就不要抽了 就暫時不要抽了 今天手氣很差 而且還會再抽歪 抽歪20% 是別隻喔 我寧願抽到別隻吧 因為白鹿 就暫時這樣就好 一隻抽到白鹿也沒意思 因為暗系的貨啊 很少用耶 暗系 他有沒有那個戰陣啊 沒有 靠 好 準備7顆 我講真的 來玩一下吧 我不知道怎麼玩啊 我就試試看 這怎麼玩啊 呃 角色用掉之後 呃 保護他7回合是不是啊 保護女娃7回合 然後我們 角色用掉之後會不會就不能再用了啊 不知道耶 毒氣會蔓延喔 喔 利用屏障 免疫毒氣 網友說是一直跑啦 跑給他們追啦 第一流程的就是 跑給他們追 然後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呃 保護我們免疫就對了 兩回合就對了 OK 那很簡單啦 我們就這樣子 傳送一下就好了 傳送我們的鐵位過去吧 直接秒掉啊 因為這算低流程比較簡單啊 六死 反正就對我來說蠻簡單的吧 還沒有加射程啊 這可怕普攻就死了 部位一下 傳送你過去 哦 這個沒有耶 沒有會受傷吧 這樣子喔 會叫怪出來是不是 喔 這個會追我們耶 如果一直往前耶 還可以回20%血喔 反正我們要擊敗吃戀啊 或是跑給他追嘛 撐7回合 我現在不知道那個我們用過的角色會不會就不能用 如果不能用的話就是 就不要上這麼強的角色 就上你比較弱 比較弱的角色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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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ki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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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資電在哪裡啊 資電怎麼還不出來啊 維 tenth 他還不是在го 都別爭 我先上 好事怎麽不找我啊 我啊 沒死 就沒帶AOE啊 這個好像會抓人耶 這個鬼抓人 要把我們抓過去 這我第一次玩啦 我第一次玩 應該希望這一招破他的 打起來也挺花時間的 我可能 第九層玩一玩就算了 他把我們鐵灰抓過去了 我真的很懷疑刺劍在哪裏 我怎麽沒看到刺戀 刺戀怎麽沒出現啊 喔 來了 他要追我們是不是 哇 那我們要快跑啊 跑不到 算你狠 我們被那個抓走了啊 被他們抓走了啊 沒有結界啦 沒有結界啦 我好 我要把這招給幹掉吧 不想管他們了 哇 好 我把吃虧給幹掉吧 怎麼覺得他們突然變猛啦 無法選中該目標 他也不好殺 把那邊秒了 我覺得我應該要往前跑了啦 這波跑不行了 是不是 先殺先殺先殺 反正我們要保護女娃啦 女娃不能死 當然就是跑遠一點啦 遠離他們 啊 結界是長這樣啊 哇 時間這麼強啊 會撞死了 這是低樓層的 我怎麼覺得有點 完全好難啊 把我的奶媽給弄死了 真是的 哇勒 這個東西是不是會讓我們中毒啊 對啊 這個東西 我看一下這個東西是怎樣 點的怎麼沒反應啊 哇 欸他不好殺呢 他真的不好殺啊 他不好殺 所以這個七回合我要把試驗幹掉真的是有點有點難 有點難 有點難 他會爆炸啊 他會爆炸啊 憋在我手中 憋在我手中 好是怎麼不找我啊 我站在這邊會怎樣 我這真的不知道啊 繼續開這個屏障 我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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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女孩是不是應該跑啊 我覺得殺刺激可能要兩回合吧 看起來兩回合 我的奶媽死了啦 還好沒事 過了 好爛喔 7回了 拿獲得這些資源 有夠花時間的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真的隊伍你用了就不能再用了啦 所以這個遊戲就是你隊伍不能重複嗎 你自己看 應該是不能重複啊 所以你看 所以說 低樓層的就是你要上一些比較弱的角色 跑給他們追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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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要重置了 可是你要從低樓層開始打 所以我在想我可能玩到 第三關就差不多了吧 因為你要有那麼多隊伍的話 12欸 也就是說你要 有60隻啊 你要上60隻欸 最多可以上60隻啊 因為12關嘛 每關可以上50 最多60隻 大概是這樣 我有排行榜了 排700多名 我才玩一關就700多名了 難度12 真厲害 我才難度1而已啊 好 這遊戲有空再玩吧 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祝大家好運啦 不要像我這樣啦 抽到兩隻白鹿啊 好可憐啊 好可憐啊 抽不到牆角啊 好的 我差不多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贊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再見 訂閱點贊 點贊